HELLO 大家好,我是 Bosco 歡迎收看我們森林家的頻道 下一集跟大家介紹了四個輪胎的快樂 這次由於我旗下的幾位主持人 幫我飆出來,這四條粉腸就潤了我 讓我重新多了一些新的愛好 我們國內的電單車 香港叫電單車,我們國內叫摩托車 這次我們回到了中山最大的旗艦店 幫大家看看我為何會買這些電單車 分享自己的小故事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灣區生活 如果大家日後要買電單車的情況下 亦都可以來到這間店進行挑選 因為這間店不論你住哪個區域都好 記得是東區、石旗、西區 反正什麼區區都很方便 這些車是非常多的 有百多種旅行的車 亦都可以定制進口車都沒有問題 而且中山這邊是允許開電單車的 亦都有專屬的通道 我們達灣區這邊除了中山之餘 江門華僑之鄉都可以開電單車 而且非常多去打卡的地點 所以一會讓我用這些半桶水的partime 幫大家好好介紹我台車和我的虎仔 和他這邊在售的車 分享給大家知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 訂閱給我和將我的視頻分享出來 我是Bosco 和大家介紹一下 除了這裏是賣車之餘 其實這邊亦是個區域 它的位置屬於月園新城 這邊的一樓的良記機車區域 這邊有機修、死車和看車的展覽之餘 二樓這邊還有區域 大家可以打台球 或者找三五個朋友喝茶 或者在這裏吃瓜子 喝水都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吃完了、開心了 我們後方就是金鐘水庫 和我們DVLINK 國家級的森林公園 大家又可以約在一起 出車、玩卡丁車 都是沒有問題的 灣區生活想要慢節奏 就是如此的簡單 接下來幫大家再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期幾款車的主角 和分享一下我們買車的樂趣和感受 好了,給我四條粉水 我買這些車之後 其實說實話,這段時間之後 我會發覺到 其實在平時的上班、下班的代步過程中 它會比駕駛四輪汽車 好停車位 第二個會坑有少少的 以及會多了一班 即是我們社交以外多的朋友 大家可以平時坐下喝杯咖啡 或者喝杯咖啡 或者晚上都可以手拉住手 一起去海邊騎一下車 以及平時如果是假期充裕的情況下 我們也可以去區畫一些 去遠一點的路程 去江門等地方 大家可以一起出車 其實也挺有樂趣的 反正就是久而久之 一開始覺得很特別 後面就發覺真的喜歡上這些車員 所以到後面就認識了很多朋友 同步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國內電單車的車款 首先D3台 D2台不用介紹誰 幫它貼國人頭去就知道誰 D3台其實就是1000cc 公升級的賽車以下 又可以跑到街 又可以堅固到速度和激情 我們國內叫做訪賽 分別有幾個大牌 是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是國產之江春風品牌 第二個就是我們前江品牌 還有我們無極等之類都有 不過這兩種車款 目前市面上是比較多貨 第一台也是前江系列的450cc 然後這一個是國產之江春風450SR 這台車都非常快 旁邊這台也是目前第一台最大的馬力 就是我台車 前江的賽800 800cc 其實我一開始有駕駛巡航的 即是那些哈雷的復古款 死火買這些車之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條分車經常炸我 經常追不上他們 所以導致我便換了這台車 他們現在是追不上我的 是沒有機會追上我的 分分鐘可以 過了去 其實沒有錯了 先說一下 這個房菜很挑戰人的坐姿和騎姿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我比較大隻 可能不適合駕駛這些車 但是這台車的高度和身形 可能這個款的一個寬度 其實我覺得我騎上去之後 是適合適合一些 反而腳短的人 我們未必適合駕駛這台車 這兩台比較適合一些 如果大家現在 不論你的年齡層段是什麼階段都好 如果你還有一科 很熱血的心 最要速度要激情的 仿賽這些 就可以大家去嘗試一下 一定要駕駛得快 但是一定要認 然後 然後 這一台 我們叫做ADV的車款 香港我記得還有一個簡稱 這些車 我們叫做 仿賽 駕駛之後就會駕駛這些車 這些車 大家會看到 西藏或者村藏類型的自駕油 比較多這些車 這些車可以高速劈彎的 我們這些車不行 我們要壓彎 它會直接劈過去 所以這款車 它都是525cc的馬力 這也是市面上比較多些人 如果要去長途自駕 這款車 會比較推薦 我忘記說了 其實我們仿賽 波幅 我們仿賽的馬力 從250cc到1000cc 是很多品牌可以選擇的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種 也都可以下方留言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聯絡方式 可以給大家資訊 然後再走後一點 這幾兩款車型 就是屬於一些 我們見到的烈火戰車 的哈雷款 一個國內生產品牌 分別是我們的 奔達和我們的全崗 這台叫做 閃600cc 旁邊那台 就是我初體驗的一台 叫做 奔達黑旗500 其實這兩台車都很型 如果你要選擇外型來說 我會比較喜歡這款 因為它上去的旗幅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給大家感受一下 因為這台車是我熟悉的 之前我也有駕駛過 上車之後 整個騎姿 其實都是小哈雷款 晚上那時候 後面載著自己的太太 或者說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雙手一上去 慢慢搖過彎 其實真的很舒服 對我指定的地方 大家可以喝杯咖啡 喝杯檸檬茶 其實我覺得這些生活 是萬字咒 可以讓大家認識更多朋友 這些 就叫做我們的巡航 我們叫巡航的車款 最後面這個就是我們的五樣品牌 之前我記得在台灣已經很出名 這些我們叫做塔板 塔板這台車都要差不多十匹 也挺貴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終的歸屬 我會順序 登登登登登 這邊就是最終的歸屬 拿著塔板揹著兩個包去買菜 一場生活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這邊還有一些電單車 即是純電的 都有的 即是大家小店類 或者說那些 女裝的再細形少少的 我們的電單車都是有的 看看大家的需求是甚麼 這次主要是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 買車的故事 和朋友和同事 一起大家有個圈子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回來台灣區 怎樣接 或者現在在香港都玩電單車 我覺得大家都是共同的愛好 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平時生活上的樣子是怎樣的 還有大家會問到如何考我們電單車的牌照 其實在國內這邊 如果你香港沒有牌照的情況下 換不回來 你可以在國內這邊有些速成班 有四個科目的 科目一科目四就是理論型的 科二科三就是我們實粗型的 有些方式可以 大家一天就可以過到 具體如果想要大家操作的話 可以找Bosco這邊做一個推介人 可以推介一些人給你們 嘗試一下 在江門和兆關都有得考試 以上這邊就是我們這一期這邊 跟大家介紹一些車款 和我自己的電單車的車款 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多元素地吃到我們 那些年輕人在灣區這邊 幫大家介紹樓之餘 可以介紹多點我們的興趣愛好 可以將大家圍在一起 大家可以做一個很大的圈子 日後不論是吃東西也好 行街啊 玩電單車啊 還是開小車 改裝樂場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可以玩到的 到時候我們在下方這邊 也會發我們location的定位 和這邊有一個聯絡方式給大家 如果需要車型的諮詢 或者說想和Bosco這邊 大家可以一起融入一個圈子的情況之下 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去做這件事 今次的視頻比較簡單 亦都比較像流水漿那樣的計劃 但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生活中的樣子究竟是怎樣的 亦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國內已經有這樣的地方 中山是可以駕駛到電單車的 還有我們是守區局的 我們不是亂兵力兵區的 和香港的文化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這邊是遵守溝通規定 還有我們是做一些安全措施方面的事情 希望這條片可以帶給大家 看到不一樣的灣區 和不一樣我們的主持人的生活 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 點個like給我們 或者把我們的視頻share出來 我是Bosco 新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與議下 下期再見 拜拜